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9號參賽者 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獅子與兔子大鬼爵 在九州草原上住著一隻愛著動人 又自以為是的獅子萊恩 大家好 我是獅大王 哈 最近草原的口無言中 害我傘子不舒服 臉帶著心情也不美了 而且我還聽說 都說我霸凌他們 要合理來挑戰我 尤其是那隻小白兔 他也太自以為是了 獅子讓一個漢文挑戰 他有什麼辦事 儘管怎麼過來 萊恩不屑地跟起來的小白兔搶蝦說 就由你來決定比賽下路吧 如果贏了 不知保證 再也不會欺負其他小動物 沒問題第一關 我們來比食量 開始吃最多的櫻花糖 太值得了 萊恩一口氣就吃了三大櫻花糖 獅子大王 你用獅子大碗 我一不小心 這吃了石頭 什麼 第二關 我們來比主題問答 請問你知道誰是玩手中嗎 哼 當然是獅子大碗我了 啊 錯 水到一圓圓場 蝦米 浪漫 第三關 我們來比運動挑個好了 看誰能拿到 書上一堆的蘋果 萊恩跳了五分鐘後 依然拿不到半顆 靠掛在書上的蘋果 但他僅僅利盡 回頭看小白兔時 地上已經有好多個蘋果了 嗨嗨嗨 小白兔 不公平 都是米家初踢 這次跳舞出節目了 我們來比賽跑步 看沈爺先跑到對面的身上 在彩判的一身無下 獅子使用獅男的力氣刷牆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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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應該給我圓圓地甩在偷面了吧 咦 前方怎麼出現了小白兔 什麼時候小白兔跑在我前面了 奇怪 我要加緊交互 趕快跑 又跑了十分鐘後 狮子又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了 他先想 我先休息一下 小白兔應該給我圓圓地甩在偷面了吧 正在來轉身下的同時 他赫然發現 小白兔怎麼又出現在前面的山路上了 他醒了 我不能休息 要趕快跑 終於 他又進了全力後 終於在山頂 正在踏入終點時 他驚訝地發現 小白兔怎麼已經在終點休息了 知道嗎 我已經在山頂等你好久了 好啊 好啊 褲子的年齡人 我會信守承諾 再也不快欺負其他小狼狐了 YES 話是你說的唷 多麼 我們出來慶祝吧 蛤 怎麼從石頭裡跳出了樹枕最有棉花藏的筆子 還有一隻蟲蟲蟲蟲蟲 三隻蟲蟲蟲蟲蟲 以及一隻蟲蟲蟲蟲 這樣的石大王 才是我們精裝的領袖呀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團結合作很重要 有道是 一個人走得快 但一個人走得遠 動物們幾次旺益分工合作 一起解決瑞士子霸凌問題 贏得勝利 成就美好的家園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說完了